看到几个玉柜狗寻导捏捏乐 小麦布老板说 他在这里面藏了库洛米项链 捏着里面的确有东西 都买了吧 这边还有会变色的玉柜狗捏捏乐 用灯一照就变色了 一起都买了吧 老板买单 今天小麦布做活动 谁能打对这个猜动物挑战 这些东西就能免单 啊 这么好 我要参加 那来猜吧 给你三个选项 A 它是一只猫咪 B 它是一只狗 C 它是一只仓鼠 这一看就是只猫啊 但是应该没那么简单吧 老子们 这是什么动物呀 那我猜B吧 它是只狗 恭喜你 答错了 它其实是个小仓鼠 妈咪啊 这原来是个仓鼠啊 真不好猜 我还是回去寻宝吧 宝子们 你先来不回来啊 看看能不能挑个护链链链啊 这两种一归一狗看着都差不多 就是这种多了个蝴蝶蝶 但是这种会变色耶 那我们就先看它吧 哇 好软啊 这个铁皮拉这么长 它这种白色的看着也蛮漂亮的耶 那我们给它变个色 看它完全变身之后 会不会更漂亮啊 这灯照到的地方瞬间就变了耶 现在完全变成一只紫色的一归一狗 这个灯一停 它又慢慢的恢复成白色了 看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啊 从后面见 最后破链链链出来了 来吧 怎么啥也没看到呀 这还没东西呢 我帮我找一找啊 哦 我知道了 这啥呀 链子 你都上一角的蝴蝶蝶蝶了吧 这也计算好吗 不是 它是个梅乐蒂 而且它还不是一个完整的 感觉激动了 这就是一个梅乐蒂项链碎片 来下一个 哪个粉色的一个狗吧 刚才我已经摸到它里面有东西了 那我们直接打开看看啊 从它头上点 那是什么啊 哦 我已经看到了 很顺的啊 这是个啥呀 先放着啊 咦 这好像还有一个 链子 这又是个项链吗 看不出来是不是葡萄蜜项链呢 还有没有 没了 哦 这原来是一个粉色的玉龟狗拖鞋 头上还有一个蝴蝶蝶 这还有一个项链 但是不是葡萄蜜项链 这个皮铃摸项链 咦 这个皮铃摸项链碎片 我第一个车友是不是可以拼在一起啊 看看啊 真的耶 我们在那四部拼的是什么样的啊 看下一个 再来一个会变色的吧 看看一半变色一半不变色是什么样的啊 这样看的很蠻酷的 那让我看看你里面是什么啊 我好像已经看到了耶 这是不是 又是个链子 先布鸡的吗 好不知道是不是葡萄蜜项链的 还有没有 没了 用了一个项链碎片 这个是酷疤 感觉现在已经屁一大半了耶 下一个 那先看你吧 去吧 找一找啊 找到了 这是啥呀 又是个链子 好像是黑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 紫色的 哇 找到一个苦若蜜耶 他手里还捧了一个草莓 这个是苦若蜜项链 但是它不是完整的 它是一个项链碎片 它是和它一直一体的 现在还剩最后两个了 咦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种不会变色的 它里面都有两个 这种会变色的 它里面就只有一个 那我们就开这个白色的吧 剪 出来了 哦 我已经看到了 我怎么看这个也像项链呢 真的耶 它那行动好像又是个碎片 还有一个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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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被我猜对了 又一天找到两个 一个白色的鱼龟狗 它穿了一个蓝色的小衣服 这个是鱼龟狗项链碎片 哇 张宝耶 这些碎片披在一起 披成了一个圆形项链 好像披萨一样 现在还是最后一个了 还是找到银色普罗蜜的 现在所有西方都在你身上了 这个是会变色的 那我们再来给它变个色 来吧 到底能不能找到呢 这边就啥也没了 看这里面啊 这边就空了吧 哦 没关系 链子 这就叫啥呀 这前面的好像被一样 哇 真的找到葫萄香叶了 好可爱呀 它还带着两个小翅膀 它手里还抱了一个粉身的小爱心 我发现拉这个地方 它的翅膀还能动 好有意思啊 我们下个小翅膀 小翅膀